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肉朋友 我是Dicky 我們通常拍攝食物給大家看都是下午茶 今天有點不同 我們今天拍dinner 我們吃雞煲 我們走吧 客氣散疏 吃少許多 來 我看見到這段影片 我們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最重要是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影片就會立刻通知你 當然可以跟我們Facebook專頁和IG 可以跟我們分享出去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今天我們是第一次去這間餐廳吃 這個叫做樂老爺食器 他說最有名的是醉鵝雞煲 所以我們今天就選了雞煲 現在先試一下 我現在夾在雞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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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其實比較吵 不過我覺得還可以的 因為吃這些東西 當然是這些地方才有風味 最重要是食物可以 這個雞煲其實你看起來很濃郁 但我覺得它油都比較多 而且很有趣 但我吃這麼久的雞煲 我就未見過這麼多汁的雞煲 我覺得比較多了汁少少 因為它的味道 因為我是少辣 因為我不太吃得辣 其實它真的是少辣 但我連味道也沒有看下去 這麼濃郁 我覺得可以香一點 香料味再多一點 就會變得更濃 吃這些通常都是很香 很惹味的 我略嫌它不夠惹味 它這個雞煲其實都很多配料 有些糖芹、洋蔥、薑 還有很多這些大豆芽 還有它雞件的數目 其實都算多 都很多雞件 這個雞煲它的價錢是 我們小煲來的 就是208元 因為我沒有吃得辣 我少辣 所以它的份量其實都可以 價錢是雞 吃完雞煲 我們就跟著吃火鍋 我們就叫了 鵝腸、豬肚和肥牛 其實還有一件事 這個雞煲有個菜 有個煮食 烏冬和公仔麵是送的 好 先試鵝腸 其實剛才煮的時候很大條 因為我放了少少 所以熟了水 鵝腸的質素不錯 不只是雪藏 所以你買回來 只是沒有味 而且只有少少爽 很爽 它不是的 我覺得它像新鮮鵝腸 這個鵝腸的質素不錯 挺好吃 然後就點了一個豬肚 豬肚是熟的 當然了 如果它生給你 你一段時間都不用吃了 好 試試鵝腸 豬肚 豬肚的質感很好 很爽口 而且新鮮 我覺得是新鮮的 因為雪藏沒有什麼味 但我覺得它依然有鮮味 豬肚好吃 其實放進鵝腸的豬肚 一定好吃 一些野味才好吃 就算我們小菜 我們都試鵝腸 尖椒炒豬肚 都是野味的 所以我覺得很鮮 正 接著就吃我最喜歡吃的肥牛 這個 就應該是美國肥牛 都試一下吧 通常任吃才是美國肥牛 不過其實這樣說 它這裏就 不是說收得很貴 所以它給美國肥牛 都是對的 一碟牛肉 都是說58 我覺得份量都可以 好 哎呀 算是遲了 先不要太熟 太熟就不好吃了 來吧 它都好生咬 哈哈 不過正啊 OK啊 好熱 就是美國肥牛 就是美國肥牛 我講一下我的食後感 其實我覺得 那個雞煲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覺得如果野味一點 就比較適合我口味 但是它的鵝腸 和豬肚的質素 真的非常之好 我覺得真的新鮮 應該是新鮮的 而且價錢也不太貴 對呀 我們今天兩個人 我們吃了雞煲 鵝腸 豬肚 還有它有麵 烏冬菜 送給我們 還有一條肥牛 喝了東西 差不多是460元左右 對呀 我覺得 都OK的 在太子區來計 這個價錢 都能接受到的 如果你喜歡吃雞煲 都可以來試一試 不過有一樣我想說 剛才我說過 雞煲有很多汁 但是呢 搞笑 因為它有很多汁 所以就沒有怎樣加湯 所以整個雞煲 我們由開始吃到尾 都加了兩次 還是很少的湯 所以它的味 就比較原味 通常我們吃完雞煲 都是加湯之後 那個味 不是雞煲的味 我覺得這裡 這裡就幾有趣 就是這樣 多汁都有多汁的好處 原來 好了 我們今次 這一集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集見 繼續帶大家到處去找好東西吃 拜拜 拜拜 我也要知道 兩次 好,謝謝 大家 現在 都超為了 一場 來 是 我們 找個 成功 口